陸佩出身的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 聯盟秘書長徐春英傳出要入列 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名單 綠營撿到槍猛攻 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 公開職稱徐春英 他具有共產黨經歷 徐春英在五號出面澄清 昨天再上廣播節目 怒嗆賴清德造謠 另外這位國民黨立委參選 李明璇被爆料說疑似加入了 北大共青團聯誼會 讓他欺詐連夜報案 怒嗆來一個就告一個 李明璇說實在是太扯了 根本是胡說八道 只是正常的學生交流 結果為了政治鬥爭 就抹紅還集體的霸凌 網軍甚至還算他危害的程度 是不亞於徐春英的 徐春英也被質疑 擔任蔣市府著名事務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府發言人呢 他就嗆綠營現在是雙標 因為立委趙天麟都照樣的 還在國防委員會 怎麼完全沒關係呢 快步走向警局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李明璇 祈禱連夜去報案 七號晚上PO出報案三連單 因為被網友爆料 曾加入共青團 李明璇不滿開槍 見一個告一個 台生加入共青團是有刑責的 如果有證據 歡迎檢舉李明璇 他們的總統參選人 口口聲聲說要和平交流 現在又卻對一個過去在和平時期參與交流活動的學生 集體霸凌追殺 雙度報表矛頭對準民進黨反駁這只是學生交流 只是在這個時機點被爆料指控 讓李明璇反嗆二指抹紅選舉操作 但是綠營網路側翼早已經全面出動 甚至還說李明璇對國安的危害 比民眾黨擬練不分區立委的陸配徐春英還要嚴重 我真的是何德何能驚動到副總統 他有證據嗎 如果查到我在大陸是共產黨員 中華民國注銷我的臺灣身份 驅助出境 我願意 魔後事件一樁接一樁 台北市議員林彥鳳再一提一爆 徐春英六月被蔣市府延覽新住民事務委員會委員 槍不是任喊話蔣市長出面給交代 我想議員的指教可以不要雙重標準嗎 趙天林委員也都還在國會當中 也都還在這個國防委員會當中 因為反嗆民進黨雙標對於立委趙天林 外遇大陸小三到現在還在國防委員會 是否有涉及泄密從上到下進巧巧 選戰倒數時刻率打出熟悉的抗中牌 有沒有效選民心中自有定奪 記者劉士偉 宋芷寧 台北參謀道 每次到了選舉的季節 民進黨總是大肆的渲染仇中反中 抗中的情緒 羅志國民黨等非綠人士都是中共同路人 自己則是愛台兼兵護台堡壘 從而騙取選票